大家好,我是iNoob,也可以叫我屌丝,呵呵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联想ThinkPad T560的大家的介绍 然后因为这电脑这视频是先用英文录制 然后现在用中文出音录制一遍,所以不可能再同步 大家视频分为5几个部分 总览,为什么买它,怎么配置的 然后我现在的感受和这个电脑适合谁 好,开始吧 前程机身的盖子扫起 机身基本上只有一个ThinkPad的logo其他就没了 然后它有小红点 小红点会在你充电的时候发光 或者在睡眠的时候 有呼吸中的机身前面什么都没有 左边的话分别是联想的传统电源接口 然后USB310接口,HDMI接口 麦克风跟耳机的插口 然后SD卡槽,网线插口 跟最后一个应该是读卡器的 对,读卡器 来到右边分别是两个USB310接口 第一个是关节可以电充电 然后迷你DP接口,风扇,通风口 然后最后一个是安全卡槽 应该是锁什么东西有了我也不懂 来到后面 空空如也 来到后面或者说地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外接的电池 然后拓展卡的什么扭扣乱七八糟的 不太懂 然后两个键盘漏水口 然后两个扬声器 跟一个紧急恢复的按钮 掀起塔德头盖来 我们可以看到15.6寸的屏幕1080P IPS 往下走的话是超级物理非常经典的小用点 小用点的话 底下有三个实体按键也终于回来了 然后是触摸板,触摸板旁边还有个指纹识别器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笔基本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相对比较厚 而且还有点沉 所以你不可能从一个脚单手就把它抓了起来 这个电脑配的是i76600EU 从图上看它的性能还是不错的 在低功耗的处理器里 但是远远不及那些四核或者高功率的CPU 爱它不需要的理由 好吧,其实我是看中它的超级物理调调的续航 加上一个大的屏幕 仅此而已 任性的选择了i7 因为有点喜欢i7 然后屏幕的话是1080P的 没有上3K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3K的 一是DPI太高 打开程序太小 特别恶心 二是DPI3可能会有更多功耗 所以不太喜欢 然后这个屏幕不是触摸的 因为一是平时自己用的时候 只用来打敲代码那些 完全用不到触摸的场景 二是触摸也会带来更高的功耗 好吧,有点挑剔 这个视频看起来不太同步 因为我现在用中文的讲 但是录制的时候是英文的 大家知道 然后 然后我也不知道这视频 我在说什么 反正 往下的话就是 哦,对 SSD选的是M.2 PCIe NVMe接口或者协议了 因为想要更快的速度 电池的话 选的是最大的电池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出现吊吊的续航 就是这样 到文章的顺序 说一下我对大家的感受吧 从电池开始 内置了44瓦时的电池 大电池可以随时就可以拔下来插回去 拔下来插回去 所以如果你有两三块大电池的话 可以轮回换 而且不需要关机 就是开着机直接换 非常的可以装插 然后大概如果你要上网的话 18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18或者16个小时以上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正常上网的话 如果你看视频的话 大概12到16个小时左右吧 如果你是玩游戏的话 玩露啊露啊这些的话 至少可以玩6个小时 最多玩16个小时吧 我没有做详细的测试 大概是这个数据 然后屏幕的话 1080P 15.6寸 然后抗炫光 可以这样看一下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只有6bit 所以大概就是颜色显示效果 并没有很多 然后现在基本上都8bit 更不要说10bit 所以这个就是渣渣的显示器 然后色域的话 貌似也很烂的样子 然后说一下CPU吧 CPU是超级低功耗CPU 然后写的这边是可能15瓦 多少瓦 但实际使用的时候 然后功耗后比这个再低一点 就是你如果全CPU百分百负载的话 它其实功耗 整个系统的功耗 也大不了25瓦 然后显卡的话 就有渣渣显卡 键盘的话 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嗯 联想传用键盘嘛 然后特别长的键程 然后更重要的是 它有那个小红点 小红点的话 小红点再加上配合 这三个视级按键 简直嗨的不要太多 就是你平常在打枝子的时候 用小红点直接移 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边点的话 完全不需要移动特别大的距离 如果你要用触摸板的话 打打打 还要移动一个更小大的距离 更不要说拿鼠标了 打打打 移到那么远 就会非常麻烦 所以敲代码的时候 小红点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呢 这看起来是什么 然后键盘有些 有些人会说 这个是off center 就是不是中心的 非常恶心 但其实 依依你加入数字键 所以按理说是好一点 但其实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没有感觉这个 不是中心的键盘 会给我带来任何困扰 感觉是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完全 完全不同意 他们说的off center 特别烂什么的 然后指纹识别器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平常开机的时候 一扫直接就可以进去 不用输密码 而且我又是会射密码的人 所以一扫就直接进去了 但是有时感觉 大概有这几天下来 有20%的情况 这指纹识别器不会亮 就没有启动 不知道是为什么 所以 但是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因为这个不是我在意的 再看一下 然后这个触摸板的话 好像至少支持四个按键 就是你这么四个按键一起点 的话它会突出那个菜单 然后三个的话 可以切换应用啊什么的 大概就是还是 功能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 因为 平时敲代码或者用鼠标 然后完全几乎用不到触摸板 所以 个人觉得没什么乱用 然后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电脑非常容易维护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第一天来的时候 就非常想装插 然后就把一些水泼了上去 大量的话可能也非常的少 甚至都没有 就不用泼满 只泼了一些在这边和这边 结果那天晚上做 YouTube续航测试 一直开着电脑 第二天的时候 这些按键好多就坏了 比如B键啊N键啊 就已经坏了 然后这三个按键也全爆炸了 就瞬间爆炸 完全没法用了 所以我就去买配件 锁性的是这些键盘啊 或者这些它都有FRU 大概就是产品的标识 然后你可以通过FRU 直接在IBM官网上买 就IBM会卖一些配件 联想官网可能也有买 但IBM也会卖 因为这是ThinkPad 然后也可以直接通过配件名称 然后上网上搜 然后我找 我就买了几个键盘 然后一换 就已经好了 满血复活 只是要多交一些钱 嗯 然后这个电脑的话 不是一个轻的电脑 它是比较重的 比如说 是不可能这样一只手拿起来的 这个我之前用Yoga 3 Pro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 就随便你拿起来 这个的话 这简直吃奶了一些要用上 可能感觉自己手都要被摆坏的样子 所以是不行的 然后感觉起来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沉稳的 首先它的噪音非常少 我开机的时候 甚至怀疑它没有开机 因为完全没有声音 第一次的时候 后来发现它就是这副德行 然后虽然这是塑料吧 应该是塑料吧 但是其实平常我两只手张 一直扣下去看视频啊 看东西的话 还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然后热量非常少 反正做CPU百分百虚强测试 也就这边能感受一点点热 而且只是温热没有到烫 根本离烫差太远了 所以热量控制非常好 然后注意的是 虽然刚才已经说了它键盘不防水 虽然它有键盘漏水口 在底下一开始有介绍我 就水按理说 如果从这边放上去的话 会从键盘漏水口漏下去 但是它不防水 它不防水 它不防水 不要尝试 晚上好多视频 好多人装插以后 你会发现弄着弄着弄着 然后电脑突然就黑了呀 乱七八糟的 所以没有必要装了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我照一些图片吧 开这个是箱子 感觉还是 因为亚马逊一般都会把这些东西 封装起来 根本看不到牌子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有点被吓到 要被偷了怎么办 然后这个是电脑侧面 这个是UI 3 Pro 你可以看到这个反射简直要亮下我的狗眼 不是亮下我的眼睛 然后的话 所以就几乎看不到 但是如果是这个电脑的话 还是勉强能活下来的 就是能看到东西 然后这个是SSD的速度 相信大家懂的人已经说 哇嘎哈哈 嗯就是这样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然后这前面已经看过了 这边又要说的是 它是支持手机SIM卡的 但是磨坏冒出现在还没有出 T52 T560现在只有在国外出 甚至国内都已经 国内可能要明年 或者什么时候再出吧 大概是这样 这是我把键盘干爆炸以后 把它拆下来的样子 然后拆下来 拆机 可以看到那只电池也是非常大一块 这个可能是SSD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M.2接M.2的SSD应该很小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 可能在其他某处 本人猜的抠角并不太懂 然后把电池拆下来 做了一个小小的比 是因为它突然坏了 然后这触摸板 看起来还是很豪华的 有点变形机刚好 没有平静 然后爆炸以后呢 我就外接USB玩玩游戏之类的 现在已经已经好了 也就是能看到的 然后这是在室外的时候 亮度的话 会比US3 Pro按理说暗一些 但是实际感受来说 白天我反而觉得这个更好一点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热量消耗的话 这个是满负载运行的时候 它消耗大概是20瓦一小时 如果按这种速度的话 差不多电量要完全消耗完的话 要6小时才能完全消耗完 玩游戏的话 绝对不可能产生这么多 就是绝对不可能负载 所以续航会更久一点 然后还有什么 对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 CORM现在开了好多的东西 然后编辑器也开着呀 虽然没有在运行 然后网易呀 这些乱七八糟的合起来 然后还能使用10个多小时 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功耗 还是挺快的 差不多是8W 84 等我 是8W一小时 所以你看这边是 现在总总共容量是121瓦时 然后现在是83瓦时 然后差不多消耗的话 是6 6瓦一小时的速度 所以如果一出的话 可以用十几个小时的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 基本上我要介绍也就这么多 然后说一下电脑适合谁吧 非常适合我 因为我的话是特别需要续航 因为平时在敲着敲着 突然他就提示你什么 哎呀我生命不久矣 快给我充电啊什么的 特别烦特别烦 而且他会甚至特别低电量 直接修明特别恶心 这个电脑的话 这么长的续航时间 基本上没有这种压力的 然后大的屏幕也是我需要的一点 再加上有要说是电池充满电的话 可能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 但是考虑到用它可以用 十几二十个小时的话 感觉也不是特别心房了 然后可能适合的人群的话 还有就是对电池要求特别长 特别好 就电量特别持久 加上要一个大屏幕的人 可能才适合T560 要不然的话 完全可以买X260之类其他系列 或者也可以买其他牌子的电脑 基本上要介绍的就这么多了 好吧 有问题的话可以来问我 然后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拜拜 拜拜